大家好,我是註冊職業治療師吳澤榮 之前介紹過的缺順呼吸法 可以有助舒緩突如其來的氣喘 但其實改變一些日常的生活習慣或者做法 更加有效長遠舒緩長身觀 帶來的呼吸症狀 以下介紹幾個節省體力的方法 1. 放慢生活節奏 動作保持緩慢、平穩而不急趕 減少突然的姿勢改變 2. 減少彎腰 例如需要在地上收拾物件的時候 可以選擇屈膝 3. 避免將手臂抬得太高 將最常使用的東西放在觸手可及的地方 減少過分伸展和扶重抬舉 4. 選擇合適的位置休息 例如坐下的時候 手臂、腳部、背部有適當的支撐 站到休息的時候可以倚靠著長身 3. 收拾物件 3. 黄部件 2. 筒 5. 筒